美国热门新闻APP背后老板是中共吗? Newsbreak是2020年美国新闻APP中下载量最大的软体 大纪元记者花了不少时间调查发现 Newsbreak确实与中共官媒香港凤凰卫视有着间接的股权关系 如果这个关系链是正确的 那美国目前的新闻环境就真的很危险了 Newsbreak上线一年半内 该产品的流存率是美国同类产品的第一名 意思就是用户的严重度极高 毫无疑问的 Newsbreak正在影响着美国人的思想 只是这个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呢? 不过这个大面积影响美国人的新闻APP 背后传递的内容是中共所希望的 我想这对国际局势 甚至台湾的未来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透过记者的调查 在这篇文章中 揭露了Newsbreak创始执行长 郑朝辉与这些企业间的关系 其中错综复杂的全钱交易 这边就不做赠述 但我们可以发现 Newsbreak的中文版APP 一点资讯 其实在2016年时 就成为中共官宣窗口之一 尽管Newsbreak表示 该公司现在不与中共官媒有丝毫关系 但却承认至少在2015年到2019年是中共政府部分 拥有的公司 如果你觉得这离台湾很遥远 请不要忘记 中共对台湾几十年来的统战手段 当台湾大部分民众认为 已经下架了唯一的红媒时 中共心里可高兴了 难道作为统战力度最强的国家 有可能只渗透一家媒体吗 仅根据维基百科 还有中资的台湾主流媒体 就多达四分之三呢 红媒假新闻的危害 我想不需要再多做说明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会非常推荐打击原时报 我们的背后没有财团政党支撑 更不屈服于中共的威逼利诱 能够真正不受影响的 努力报道新闻 如果你不确定 你的资讯来源背后是谁在虎视眈眈 请你在广泛吸收资讯时 不要忘记加上大纪元时报 我们提供事实 由你来决定你的观点